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王一博资讯 在娱乐圈的璀璨星河中 王一博无疑是一颗独特的星辰 他以独特的魅力 不凡的才华以及亲和的个性 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 然而 在公众眼中 王一博常常被贴上爱人 不爱讲话 设恐的标签 这些看似矛盾的标签 实则只是他多面性格中的冰山一角 深入了解后 你会发现一个截然不同的王一博 一个霸总风范 与社交达人完美融合的个体 他的出手大方 尤其是在中国商务饭局上 茅台这样的流通品 更是他手中的社交利器 轻松打破冷场 让每一个场合都充满欢声笑语 在别人的眼中 王一博或许是一个不善言辞 略显羞涩的年轻人 但当你真正走进他的世界 你会发现 他不仅仅是一个舞台上的偶像 更是一个在生活中游刃有余的社交高手 他懂得如何在不同的场合中展现自己的魅力 无论是与商业伙伴的洽谈 还是与朋友的聚会 他都能以得体的举止和幽默的谈吐 让气氛变得轻松愉快 而他出手赠送茅台的举动 更是彰显了他的大气与豪爽 让人不得不感叹 这哪里是什么社恐 分明就是一个深藏不露的社交达人 更难能可贵的是 尽管王一博已经躋身顶流之列 但他却从未有过任何架子 无论是与粉丝的互动 还是与同行的交流 他都保持着谦逊和真诚 这种没有顶流架子的态度 让他赢得了更多人的尊重和喜爱 同样令人钦佩的是 他对奥运冠军的尊重与亲近 当王一博与奥运冠军相遇 他那惊讶又惊喜的小表情 仿佛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 让人忍俊不禁 他对于金牌的好奇与珍视 更是展现了他对奥运精神的 崇敬与向往 在王一博与德约科维奇的友谊中 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立体 更加真实的他 当德约科维奇赠予他 亲笔签名的网球拍时 王一博不仅表达了诚挚的感谢 还回赠了极具代表性的 中国名酒贵州茅台 这一举动不仅体现了他的礼尚往来 更展现了他对中国文化的自豪与传承 这份跨越国界的友谊 因为他们的真诚与热情 而变得更加珍贵和美好 王一博与德约科维奇的这段友谊 无意味我们绘制了一幅美好的画卷 在这幅画卷中 我们看到了两个优秀的人 如何以真诚和热情为比 以友谊和尊重为莫 共同绘制出一段跨越国界 超越职业的佳画 他们的相遇和相知 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与美好 更让我们看到了文化和体育的交融与碰撞 在此 我们忠心祝福王一博与德约科维奇的友谊长存 愿他们的未来充满更多的欢笑与成功 同时 也期待王一博能够继续以他的独特魅力 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表现 愿他在人生的道路上 能够一直保持这份真诚与热情 与更多的人携手共进 共同书写更加美好的篇章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订阅本频道 本频道专注王一博的新闻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